男人脱掉女孩的棉袄 想要和他练习广播体操 奈何女孩试个结巴 无法大声呼救 可这细微的打斗声 还是被耳间的邻居听到 然而邻居不但没有报警 反而陶醉地闭上了眼睛 挣扎钟小美拿起玻璃奖杯 一下子把混混打倒在地 就在他准备逃出房间时 混混伸手抓住了他的脚 混乱钟小美抓起奖杯碎片 刺中了混混的脖子 混混就这样领了盒饭 小美见此非常害怕 他冲到浴室里开始洗澡 似乎这样就能洗掉今晚的一切 这是一个女警敲响了房门 他为男警察的言行给小美道歉 表示自己会负责小美的案子 一定将坏人绳之以法 可如今证据已经被清洗掉 混混也丢了小命 小美惊慌地把门关上 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了 小美把尸体放进冰箱 可冰箱太小放不下 小美只能把尸体分开丢掉 谁知路上碰到了男警察 他因为欠了巨额债务 正被债主催得焦头烂额 看到小美后就指责他报夹警 要求他支付500万罚款 小美并不想搭理他 争执中手中的垃圾袋掉到地上 男警察好奇地蹲下来查看 却拽出来一个男人的手 警察掏出怀里的手铐 说这次绝不会放过他 吓得小美转身就跑 男警察则紧追其后 可他压根跑不过警察 很快小美就被踹倒在地 这时他摸到了地上的枪 但男警察却一点也不怕 他料定小美不会使用 就算会也没有这个胆子 可他不知道小美没出车祸前 也是个口齿伶俐的女孩 还是射击比赛的冠军 因此当小美扣动扳机后 男警察这才不可置心地看了看胸口 抬头刚想继续威胁 小美就又给了他一枪 看着躺倒在地的警察 小美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他想要资尽赎罪 可却不甘心就这么死去 很快两具尸体就被发现 这件事还上了热门 可小美已经不在乎了 他现在一心想找混混报仇 他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这时女警阿玉再次打来变化 他说自己有个妹妹 遭遇和小美一模一样 事后妹妹精神失常 无法出庭指认凶手 就在昨天妹妹也自杀了 所以他才想要帮助小美 小美听完犹豫了 这是出事后第一次有人关心她 于是她准备自首 这时一群人被带到警局 其中有一个就是那晚的混混 可她的身份却是警方的线人 小美惊慌地跑了出去 她决定靠自己报仇 她先是来到工厂 把辞职书给了经理 刚出门就遇到了 一直针对她的女组长 女组长不敢置信地摸了摸脸 再也不敢说一句话 随后她开始跟踪混混